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共庄总书记习近平7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并且发表讲话 而会议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站在两个100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 既要充满信心 也要居然思维 中国国防部及国台办发言人7号就美台当局进行所谓的政治军事对话做出回应 国防部对此强烈谴责并要求美方立即的停止 与台湾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国台办也正告台独势力 打谋独算盘完全是徒劳的 欧洲新冠疫苗的接种工作进展缓慢 在英国政府提出了先打一剂疫苗的措施 首相约翰逊子宣布会把疫苗接种视为是军事行动来部署 法国只有7000人接种了疫苗 而德国预计到22年才能够完成全民接种 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是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民主党领袖 在7号室公开敦促了美国副总统彭斯 根据宪法第25修正案 立即罢免美国总统特朗普 而国会议员也指出 如果彭斯不采取行动 国会将会推动弹劾程序 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 7号上午发表声明 称特朗普煽动针对美国的暴力行为 无法再继续胜任总统职位 副总统彭斯应该立即援引宪法第25修正案 罢免特朗普 如果彭斯和特朗普的内阁成员不采取行动 国会应该展开弹劾程序 美国宪法第25条修正案规定 副总统和多数内阁成员如果达成共识 可以宣布总统无法履行其职务和职责 但这个过程最终需要美国国会两院 三分之二的投票通过 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当天也发出了同样的主张 要求罢免特朗普 在 calling for this seditious act 不仅是民主党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众议员金青格 7号成为了第一位公开呼吁援引第25条修正案 罢免特朗普的共和党人 他认为特朗普不仅放弃了保护美国人民和国家的职责 还煽动暴力 所有的迹象都表明 特朗普无法履行职责 也无法面对现实 美国媒体指出 在特朗普内阁成员中 也展开了是否援引宪法第25条修正案的讨论 但是彭斯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是否支持这样的做法 还不得而知 动用第25条修正案 罢免美国总统在历史上并没有先例 而目前距离1月20号 拜登上台只剩下13天 其中只有8个工作日 上一次美国国会弹劾特朗普用了将近两个月 因此有分析指出 无论是罢免还是弹劾特朗普 最多只是一种姿态 并非是要真正落实 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 好继续针对相关话题 来看看网页当中还有哪些最新的消息 我们首先看到商业电台为大家来报道 美国交通部长赵小兰宣布辞职了 而他也成为了这一次在国会山中暴力事件之后 首位辞职的内阁官员 他说美国在昨天是经历了一场痛苦 但完全可以避免的事件 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出席完 特朗普致辞的集会之后冲进了国会大楼 相信很多人跟他一样都是深感困扰 无法置之不理 而美国传媒就引述这些人是表示说 副国家安全顾问波廷格 美国北爱尔兰事务特使 马尔瓦尼迪夫人梅拉尼亚的幕僚长 格里沙姆 以及白宫社交秘书尼斯塔 还有副新闻秘书马修斯 都和赵小兰一样都是相继辞职 好相关话题呢 我们立刻要连线给本台驻华盛顿记者 王又又带给我们最新的观察和报道 又又你好 亚千你好 又又针对于美国朝野 对于罢免特朗普有采取哪样的行动 而随着特朗普政府内阁成员 美国交通部长赵小兰宣布辞职之后 还会有更多的内阁成员辞职吗 好亚千 目前我们所在的位置呢 就在国会山的前方 那可以看到我周围呢 还是陆陆续续有一些特朗普的居取者 在周围示威 但是呢并没有成群 而我周围更多呢 是华盛顿部署的警力 整个国会山呢 都已经被华盛顿的警方 以及从外州派来的国民警卫队员呢 重重的围住 一直在国会山到几条街之外都是这样 那看起来华盛顿的街上已经恢复了瓶颈 但是华府这个城市呢 还是暗流涌动 现在呢也刚才在新闻片中也提到呢 现在民主党是做了两手准备 一个是请这个彭斯以及那个成员 援引宪法第25条修正案来罢免特朗普 另外呢 如果彭斯和他那个成员不允许 不想要这样的做的话 那民主党还想要重新启动一个弹劾程序 但现在呢 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 就是彭斯的态度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现在都不得而知 但彭斯有一个报道呢 非常耐人虚伪 就是彭斯的副幕僚长 幕僚长Mark Short 已经被特朗普禁止进入白宫 所以说他们两个现在的关系紧张是一定的 但有没有紧张到 让彭斯和特朗普完全的翻脸 现在还不得而知 那另外呢 我们看到华府这边共和党人 也已经很多人都和特朗普进行了切割 那刚才也提到了赵小兰 今天是第一位内阁部长辞职 会不会引发辞职潮呢 我们看到另外呢 美国财长姆努钦也是明确表示说 他将会留任 一直到拜登的就职典礼 也就是说还是有一部分官员愿意留下来 而且有一些人表示说 他们希望履行完自己的职责 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 所以说现在呢 可能会引发一些更多的官员辞职 但不一定是一个非常大的潮流 雅倩 好的 谢谢悠悠带给我们来自现场的观察和报道 而相关话题也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趁早点评 而针对于相关话题 我们现场请教到的是时事评论员吴学来女士 来我们点评与分析 吴女士你好 早上好雅倩 吴女士我们看到其实很多的官员相继都已经要辞职了 那您怎么来看就是说现在如果真的通过美国宪法第25条休战 是否真的能够罢免特朗普呢 其实现在呢 美国政台有不少人要罢免特朗普 或者说呢要弹劾特朗普 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性的行动 是在传达他们的抗议 他们的不满 因为特朗普以及他的暴力支持者 对于美国的民主 对于美国的国际形象呢 有了重创 但是为什么说更多是象征性的呢 因为从时间程序 以及包括是不是还会有大批人辞职 等各方面来看呢 都不太现实 首先如果民主党要发起弹劾的话 我们知道呢 这个程序是非常冗长的 而且呢 弹劾是要从众议院发起 但是一定要到参议院 那众议院民主党在控制 问题不大 可参议院呢 要三分之二的这个参议员来表示一个同意 才可以 目前看呢 其实共和党的这个势力还是比较强的 未必真的能有三分之二的人来支持弹劾案 再有弹劾案需要法理的一个支持 虽然特朗普的行为呢 对美国的伤害极大 但是他似乎目前也够不上这个叛国 或者其他非常重的一个足以弹劾总统的罪行 那么再说罢免呢 同样这要求 彭斯首先要出来 他作为副总统 他以及另外三分之二的国会的人都要同意 可是我们也知道呢 现在特朗普的内阁当中很多人要同意 内阁当中呢 绝大多数的人还都是特朗普亲点的他的官员 这些官员可能内心对特朗普是非常不满 但是不排除像刚才我们的记者又有他介绍的 有一些官员呢 他们说要继续履行完自己的职责 这才是对国家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那可能还有一些人呢 出于一种所谓的职业道德也不太好 非常强烈的和特朗普来切割 所以呢不排除会段时间啊 从现在开始还会有一些阁员啊 来和特朗普进行切割表达不满 但是弹劾或者罢免的可能性并不高 好的谢谢吴女士所谓的点评与分析 而美国后任总统拜登在7号则又再一次的来批评 冲击国会的特朗普支持者 并形容他们为本土恐怖分子 拜登又将冲击国会的责任 与现任总统特朗普是扯上了关系 而拜登指摘呢 特朗普在过去四年的施政 不断的轻视宪法和法治 又将媒体视为是人民公敌 所以6号的乱局可以说是特朗普不断累积的恶果 美国国会发生了暴力冲击事件之后 国会的安保级别也全面升级 华盛顿特区市长鲍德就表示 不仅美国总统特朗普要对此事件来负起责任 所有进入国会的恐怖分子都应该被深知已罢 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美国的国会山 虽然在1月6号的暴力事件发生之后 华盛顿已经恢复了瓶颈 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条路已经开始通车了 但是在通往国会的这一条路上面 仍然是处于一个戒严的状态 车辆不得进入 不过行人可以走到里面 但是没有办法靠近美国国会山 因为美国国会山现在已经被一个 大概两米高的围栏完全的包围了起来 而这样的安保措施要在未来30天持续 在6号下午1点50分左右 示威者冲过了围栏 占领了美国国会东侧的阶梯 并冲上了二楼 2点15分 有示威者使用工具破坏了国会的入口窗户 2点55分 一名支持者在进入国会众议员议长大厅时 被警方击毙 当时已经有上百名示威者 涌入国会的原型大厅 众议员议事厅 甚至有人进入了众议员议长佩洛西的办公室 在抗议活动当天 华盛顿特区只有340名 没有佩戴武器的国民警卫队 负责华盛顿特区的交通 此次事件让美国国会警察的安保能力 受到了广泛质疑 国会警察局局长桑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这些示威者使用了武器 并且是蓄意冲进国会大厦进行破坏 美国国会警察一直以来 对于应对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和平抗议活动 有充足准备 但6号发生的是犯罪行为 国会警察将会对安保计划 警力部署和执法程序进行彻查 华盛顿特区市长包泽 7号批评国会警察 对于暴力事件的应对是灾难性的失败 报泽形容对国会的入侵是教科书士的恐怖主义 他表示不仅美国总统特朗普要对此次事件负责 所有进入国会的恐怖分子都应该被绳之以法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一 华盛顿报道 商业电台也进一步的报道说 美国国会在当地时间7月3举行联系会议 确认各州选举人大选投票结果程序期间 特朗普的支持者这一批支持者闯入国会山庄 导致会议被迫一度暂停 还引发几名冲突 导致有四死多人受伤 Facebook现在就说了 冻结特朗普的账号直至拜登宣誓就职 也就是到本月的20号为止 那么Facebook行政总裁扎克伯克是解释说 这起事件很清楚的就显示 特朗普打算利用他剩下的任期 阻碍将权力和平及合法的移交拜登 认为继续让特朗普使用Facebook 脸书的风险实在太大了 公司有可能会无限期的冻结他的账号 而另一方面其实有另外一个社交媒体Twitter 早前就说了 他们要封锁特朗普的账号12小时 并要求他要移除这当中有三篇涉及暴力的贴文 先休息一下更多内容 马上回来为您报道 欢迎回来 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的确诊病例已经是超过了8836万例 而死亡人数则突破190万 美国新冠疫苗接种的进度不及预期 累计的确诊突破了2200万例 死亡人数则超过37万 而巴西再增加了8万多人染疫 确诊总数已经是突破了796万 死亡人数则突破20万 而在欧洲方面 俄罗斯单日新增的确诊病例超过了2.3万 而累计的确诊是突破了333万 死亡人数则突破6万 至于在英国方面新增了超过5万例 再创下单日新高 累计的确诊人数则接近290万 至于全球确诊第二多的印度 总确诊数则是超过了1041万 而累计有超过15万人不至 至于印尼单日新增9000例 在创疫情爆发以来的单日新高 累计的确诊逼近80万 中东地区新冠疫情则持续的蔓延 伊朗首次发现到了变种新冠病毒感染的病例 单日新增6000多例 而确诊总数则突破126万 至于在伊拉克 总确诊人数则突破60万 随着新冠疫情持续蔓延 疫苗也被视为是抗击病毒的最佳手段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最快会在本月开始 向贫穷和发展中国家来配送疫苗 不过他们也观察到了 在一些发达国家接种的工作是十分的缓慢 而当中在伊国 首相约翰俊就宣布 会把新冠疫苗接种 视为是军事行动来部署 力争在2月中旬之前要为1400万的民众接种 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 首批辉瑞疫苗由直升机运载到停机坪后 便立即转送到医院 率先为医护人员接种 世界卫生组织希望能在本月开始 透过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向92个贫穷国家配送疫苗 虽然世卫对疫苗计划有信心 但即使在发达国家 疫苗供应也非常紧张 在英国 政府为了让更多人接种疫苗 决定推迟为接种了第一剂疫苗的人 再打第二剂 据统计英国只有2万人 按照药厂指示接种了第二剂疫苗 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在接受质询时 就为政府的计划辩护 指薪的做法是为了要拯救更多人的生命 在另一个欧洲国家 法国接种疫苗的速度也非常缓慢 有医疗专家指出 由去年12月7日到本月5号 他们只替了7000人接种了疫苗 为了加快覆盖面 法国政府正针对疗养院和消防员等特定群组 加快接种 至于德国就派出了流动疫苗车 到不同的地方为高危人群接种 德国在去年底分发了130万剂疫苗 但当中只有20万剂经已被使用 当地卫生部门预计 德国要到2022年才能够完成全民接种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巴西圣保罗州政府在7号则公布 科兴疫苗三期临床试验的数据 疫苗有效性是达到了78% 布坦坦研究院向巴西药监局申请疫苗紧急使用授权 圣保罗布坦坦研究院7号公布科兴疫苗在巴西的实验结果 8个月的实验期来自16个中心的近13000名医务人员参与 一部分答案危机对照双盲实验 170人感染后接盲 三期临床实验的数据结果显示 疫苗接种后安全性良好 针对有新冠病毒感染疾病的保护效率为78% 而感染到病毒的志愿者没有意味发展成重症住院治疗 布坦坦研究院正向巴西药监局提交文件申请疫苗紧急使用授权 并预计本月完成注册检测 州长表示 圣保罗州计划月底开始接种 同时希望卫生部购买疫苗提供给所有的巴西人使用 这是巴西有的进度最快的一款新冠疫苗 可是卫生部还没有公布一个详细的接种计划和开打日期 凤凰卫视 林卓运 巴西报道 新冠疫情持续在全球肆虐 而各国的疫苗研发工作也都在与时间竞赛 希望能够成为抗疫的利器 中国积极研制的新冠疫苗已经成为了全球的强手货 收到的订单更接近5亿剂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全球疫苗争夺战系列报道 自疫情爆发以来 中国第一时间就把疫苗研发列为头等药物 敲定了灭活疫苗 重组蛋白疫苗 腺病毒载体疫苗 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 以及核酸疫苗5条技术路线并行研发 中国新冠疫苗研发目前已经步入加速跑的阶段 共有15款疫苗正进行临床试验 其中5款疫苗正在阿联酋 巴西 巴基斯坦等国开展第3期临床试验 包括两款由国药集团研发的疫苗 以及由北京科兴中委等公司研发的3款疫苗 在全球进入第3期临床试验的疫苗中 中国占比最多 国药集团其中一款新冠灭活疫苗 去年年底获批复条件上市 成为中国首款获批上市的新冠疫苗 数据显示 这款疫苗的有效率达到79.34% 符合世卫组织以及中国国家药监局的标准 国药集团已经启动大规模生产 预计今年产能将扩大到10亿剂 中国疫苗研发在全球领跑 来自全球的订单也纷纷涌至 目前已经有16个国家及地区 向中国订购了进股1剂新冠疫苗 当中包括多个亚洲 中东和拉美洲国家 不少是发展中国家 巴林 埃及和阿联酋等 已批准国药集团的疫苗注册上市 并陆续为国民接种 其中阿联酋去年9月 就紧急批准一线医护接种中国新冠疫苗 阿联酋副总统兼总理 阿勒马克图姆等多名高官 带头接种 亲身对中国疫苗投下信任票 分析指 中国可能将瓜分全球疫苗 15%到20%的份额 结合本国和海外需求 将占约50亿剂的份额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而在美国 虽然说政府鼓励民众接种疫苗 不过美国人对于疫苗的接受度 还是有所不同的 有人认为应该要尽快接种疫苗 也有人选择让别人先打 自己再观望一段时间 到底情况如何呢 继续来看报道 自去年12月20号起 美国疾控中心在官网上 更新全美新冠疫苗 分发接种数量的信息 有不少民众 希望自己能够早日接种疫苗 同时并不担心副作用 Take the vaccine because it's very important for everybody's health you know don't be a vaccine denier and get sick well there's always a little bit of side effects right you get a little bit of fever achiness that type of thing but it goes away usually after a day or so I think the traditional old style vaccines actually are less efficacious because they quickly if the virus mutates then they don't work anymore but the new style should be able to survive even if the virus mutates that's the hope 也有民众认为 目前政府发布的疫苗数据 不够充分 没有不同疫苗 接种的跟踪 以及接种人群的划分情况 谨慎起见 还是宁愿先观望 I would prefer to take the vaccine when I have more data on it so when I see what people are reacting to the reactions or any allergies any positive impact or negative impact so based on that data I'll make an assumption and prediction and then go forward to take the vaccination 拥有优先接种的医护人员 有些即便每天冒着 照顾新冠病人的风险 也不愿意现阶段就接种 他有问到就是说 愿不愿意打 然后我们宁愿可能 医护工作者 五十五十吧 也没有说都愿意打 像我本身 我就还是想再观望一下 有医学专家 就从不打疫苗 要面临风险的角度 劝服公众接受新冠疫苗 无论是愿意立即接种 还是继续观望的民众都认同 目前没有比疫苗更有效 试图终止疫情的方法 公共卫生专家认为 要达到群体免疫 需要70%的人接种疫苗 而第一批接种的人 会为疫苗的安全性 带来更多信心 不过 卫生专家也强调 疫苗并非万灵丹 现在还无法代替防疫 民众不可放松警惕 方卫视 刘海平 秀丁山报道 先休息一下 更多内容马上回来 各位早上好 欢迎您搭车2021年1月8号 星期五的凤凰早班车 我是李亚倩 首先来看看 今天有哪些新闻重点 美国国会参众 两月民主党领袖期后 谴责总统特朗普 煽动支持者的暴力行为 敦促副总统彭斯 立即根据宪法第25条修正案 罢免特朗普的职务 国会议员指出 如果彭斯不采取行动 国会将会采取弹劾持续 伊朗原子能组织表示 伊朗可以容易地 将浓缩油风度 提至90% 如果某些领域 需要将风度提高到20%以上 伊朗可以做到 伊朗早前已经通知 国际原子能机构计划提升 浓缩油风度至20% 中共庄总书记 习近平7号主持 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务委员会会议 并且发表讲话 会议强调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 站在两个100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 既要充满信心 也要居安思危 中国国防部及国台办发言人 7号就美台当局进行 所谓的政治军事对话 做出回应 国防部对此强烈谴责 并要求美方立即的停止 与台湾的官方往来 和军事联系 国台办也正告台独势力 打谋独算盘 完全是徒劳的 欧洲新冠疫苗的 接种工作进度缓慢 在英国政府提出了 先打一剂疫苗的措施 首相约翰逊宣布 会把疫苗接种 视为是军事行动来部署 法国只有7000人 接种了疫苗 而德国预计到22年 才能够完成全民接种 继续来带您关注的是 中共中央总书记 其行病评名 7号是主持召开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务委员会会议 并且发表讲话 而会议也强调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 既要充满信心 也要居然思危 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 全国政协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党组工作汇报 听取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 会议认为 过去一年 各机关坚定维护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坚定维护习近平总书记 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 认真贯彻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署 各方面工作 取得了新成效 会议强调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是十四五开局之年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 既要充满信心 也要居安思危 各机关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十九大等会议精神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要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牢牢把握国之大者 坚持底线思维 保持战略定力 勇于担当作为 增强斗争精神 认真做好各项工作 要带头执行中央八项规定 及其精神 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切而不舍抓好党风连政建设 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冯黄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国防部及国台办发言人 在7号则是就美国与台湾当局 通过视频形式 进行所谓政治军事对话 分别做出了回应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谭克菲表示 对于美国 这一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的行径 予以强烈谴责 并已经向美方期出严正交涉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涉及中国核心利益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要求美方立即停止 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势的官方往来 和军事联系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以坚定的意志 强大的能力 挫败任何形势的外部势力干涉 和台独分裂图谋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坚定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另外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当天也表示 台独势力打谋独算盘 对外部势力卑躬屈膝 完全是徒劳的 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 正告民进党当局 立即停止与美国进行任何形势的官方往来 和军事联系 不要在以美谋独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不要把台湾民众推向灾难 否则必遭严惩 方卫视综合报道 香港国安法实施半年以来 香港社会恢复平静 金融活动也持续的蓬勃发展 香港立法会金融服务界议员张华峰就表示 稳定的营商环境 让香港进步的巩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自去年4月以来 由大约500亿美元资金 折合约3850亿港元流入香港 香港国安法实施半年 港元持续保持稳定 并偏向强方兑换保证 香港立法会金融服务界议员张华峰表示 香港国安法颁布后 资金源源不断流入 反映投资者对香港的秩序和治安恢复信心 它大约有1,000或1,000楼下 有时多过1,000或少过1,000 但是很不稳定 但自从国安法之后 我们在1,000楼上 7,000至3,000已经持续了几个月的了 这个很明显 稍微国安法的颁布 对于企业来说 他们开始对香港很尊重 张华峰说 过去这一年香港经济形势低迷 唯独金融业受到较小冲击 半年来首次公开募股势头蓬勃 更多中概股来香港上市 他指出 香港仍然是连接内地和国际市场的重要门户 香港各个进入台湾区或者进入内地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 永远名誉会长吴鸿斌表示 自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 营商环境恢复稳定 而内地庞大的市场 一带一路倡议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等 都为香港企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香港的金融界和商界表示 相信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不会受到影响 因为香港被靠祖国 能够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 共好卫视李千千 香港报道 内地持续是出现了新冠肺炎 散发病例 河北继续收紧防疫 而省会石家庄在7号宣布 已经采取多种交通管制措施 严格的管控人员离开石家庄 知行台市则全面的启动了 全市核酸检测工作 而另一方面辽宁沈阳市第一轮的 全员核酸检测工作 已经基本结束 至于在大连此前最早实施 封闭管理的社区 8号凌晨则解封 河北省卫健委 7号在从省内其他城市 抽调2000名医务人员 全力推进石家庄市全员核酸检测 石家庄以乡镇 社区居民小区行政村等位单位 共设置采样点5000多个 石家庄市交通局表示 已采取多种交通管控措施 严格管控人员登车离时 火车站采取停止售票 劝法进站准备外出人员 对已售出车票全额退款等方式实施管控 市云内高速公路 国省干线等进出市交通路口 6号凌晨起也实行了全面管控 长途汽车科运站及科运车辆 6号零时至8号24时暂停营运 主城区公交按50%车辆投入运营 网约车平台停止市区外排单 此外 河北省邢台市全域全员核酸检测 截至7号下午6点 累计采样594万多人 移出检测结果172万多人 其中南宫市全部检测完毕 检测结果显示 除南宫市新增两例阳性外 其他各县市区的移出结果均为阴性 辽宁省会沈阳6号12时至7号12时 新增一例本土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 为当地医院发热门诊护士 也是此前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在集中隔离观察期间核酸检测呈阳性 而沈阳市第一轮全员核酸检测工作 6号已基本结束 累计完成检测736.22万人 检测结果一人阳性 其余均为阴性 当地宣布加大筛查力度 从8号起对县区的乡镇 村 常驻农村人口 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三天内检测完毕 费用由政府承担 当地还对中风险地区 重点管控区域人员 实行入户单样采集 严格做到每48小时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此外 大连金浦新区最早实施封闭管理社区 8号凌晨临时解封 已经居家隔离20多天的居民 可在早上6点 社区封闭设施拆除后走出家门 区内全体居民在封闭管理期间 进行了5次全员核酸检测 均为阴性 布豪卫视综合报道 继续来看到的是 中国最新的新冠肺炎疫情数字 内地在6号市新增了63例确诊病例 52例为本土病例 其中河北51例 辽宁1例 当天新增无症状感染者79例 而其中8例是境外输入 内地现存的确诊病例当中 是以上海最多 其次则是河北辽宁 而在港澳台方面 香港7号市公布新增了33例确诊病例 本土的病例是有29例 其中5例源头不明 而台湾则是新增3例 近外输入病例 至于台湾在今天有哪些新闻焦点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出台北记者 黄家腾来为达报道 家腾早 好了 阿倩 各位观众早安 一起来关心今天台北早报焦点 首先来看的是联合报 标题是自主健康管理新规 进外出聚餐 国际疫情持续升温 台湾疫情指挥中心公布了最新自主健康管理规范 过去在台湾的自主健康管理者 仅被要求要检量避免进出公共场所 但这一次明文规定 自主健康管理者 七天期间禁止参加大型活动 外出聚餐 农历春节期间 只准在家吃饭围炉 围者最高罚30万台币 指挥中心表示 因为用餐时无法全程佩戴口罩 聚会时候难以避免近距离交谈 因此提高防疫等级 目前台湾正在自主健康管理者 约有9577人 再来看中国时报 标题是寒流发威 北台湾精明低温6度 受到寒流影响 北台湾今天低温都在摄氏10度以下 其他地区约9到12度 北部1000米以上 中南部3000米以上的高山 都有降雪几率 多处的山区提前交通管制 这一波寒流在今复两天 是强度最强的时候 已经针对全台21个县市 发布低温特报 因为水气较多 体温温度上会更为寒冷 提醒民众要注意保暖 不过10号以后 寒流会稍微减弱 下周一强烈大陆冷气团 会再度南下影响台湾 最后是台北今天的采访重点 国民党还我公投 反莱猪公投 两公投案 第二阶段联署周末起跑 将在全台偏地开花 国民党主席江启成 今天会率领党内 多位台北市议员 到街头宣传公投联署 为明天的活动加温 另外台湾的轮胎业者 遭到美国商务部认定 要科5到9成反倾销税 业者哀嚎 如果半年后确定开征 轮胎厂势必要裁员 呼吁政府能够给予 资金周转协助 而台湾的相关官员 则表示会尽力帮忙 不过业者仍然担心 要平反 免被瞌睡 不乐观 好 以上的一题 我们都会持续关注 现在把时间交换给雅谦 好的 谢谢加藤水 我们做的报道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 财经消息 美国股市周四走强 三大指数同样的创下新高 纳斯达克指数突破了 一万三千点整数关口 美国国会确认拜登登选下任总统 而民主党控制参众两院 也使得市场憧憬 将会有更大规模的刺激经济措施出台 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 三万一千零四十一点 上涨了两百一十一点 涨幅为百分之零点六九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 一万三千零六十七点 上涨三百二十六点 涨幅为百分之二点五六 标普五百指数收报在 三千八百零三点 上涨了五十五点 涨幅为百分之一点四八 详情接下来请看 纽约记者发回的报道 我们来看新华尔街股市 走势情况 美股三大股指在开盘后 全天维持比较强劲的涨势 而纳指更是跑赢大盘 主要股指都纷纷创下 盘中记录新高 在国会确认 拜登正式当选之后 市场面临的不确定性 也彻底降温 另外投资人士预计 美国政府可能会尽快的 推出最新一轮的财政自己政策 而全球疫情的最新进展 也是市场在今天继续关注的焦点 另外今天我们观察到 资金有流出避嫌板块的痕迹 那么同时整体的市场风险偏好 都有所升温 在倒置方面 今天金融类的个股科技股 都是零涨倒置 另外大型的跨国零售商 沃柏连今天是全天零涨 涨幅超过5% 并且一度涨幅达到7% 而金融类的个股包括高盛 摩根大通以及科技股 苹果今天普遍的涨幅 都是在3%左右 而其他的科技类个股 普遍都是上涨超过2% 那么只有倒置盘中的 个别生物药类的个股 比如说强生以及保洁集团 今天录得了比较明显的跌势 而在标普白支出方面 只有两个传统的避嫌板块 公用事业板块 以及必需消费品 仍然是小幅的下跌作收 而在今天五盘过后 房地产板块转涨 涨幅超过1% 而科技板块是全天零涨 收盘涨幅是接近3% 同时金融板块 能源板块 在今天都是涨势居前 工业板块 原材料板块的涨势较窄 而原油期货价格 今天是收涨0.4% 环境期货价格 收涨0.3% 美元指数是全天维持 小幅上行 以上就是星期四 美国股市情况 方号位市城经纬 纽约报道 纽约证券交易所重启 对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 美国预托证券除牌程序 而三家电信商都表示 将会寻求专业意见 并且保留一切的权利 此外 美国主要的场外交易平台 也将会禁止 12家中国股份的交易 纽约证券交易所 在6号宣布 重启对中国三大电信商的 美国预托证券除牌程序后 三家公司在香港时间7号 收盘后 现后发出公告 表明会保护公司 和股东的合法权益 中国移动表示 已经收到纽交所通知 提醒投资者 注意相关除牌程序和指引 又只会考虑不同方案 和寻求专业意见 而中国联通则指出 除牌程序将影响 普通股及预托证券的 成交和股价 中国电信也指出 纽交所的决策反复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同样预期 H股及预托证券的 成交和价格将受影响 除了纽交所外 主要场外交易平台 运营商OTC Market 7号也表示 由于特朗普政府的规定 将禁止12支中国证券 在旗下平台交易 根据纽交所 及美国财政部定下的程序 三大电信商的预托证券 下周一起不能在美国买卖 8号为最后结算日 中国外交部7号表示 纽交所要求 三大电信商退市的行动 招令西改 认为美国在全球资本市场的地位 必定受到损害 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 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而继标普道琼斯之后 MSEI名胜也决定将 三家电信商 从全球指数中剔除 富时罗素中国50指数 也将剔除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先休息一下更多内容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接着我们的消息 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言人 卡麦勒万迪在7号表示 伊朗可以将浓缩油风度提高至90% 卡麦勒万迪就说 伊朗可以容易地将浓缩油的风度提至90% 如果说某些领域需要将浓缩油的风度提高到20%以上 伊朗原子能组织可以做到 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在2号表示 将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发信通知 准备将浓缩油风度提高至20% 伊朗政府随后也说 已在福尔多核设施开始相关措施 伊朗自2019年5月以来 逐步地终止 履行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部分条款 包括提高浓缩油风度 但承诺所采取的措施可逆 而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规定 民用级浓缩油的风度最高为20% 去年至今新加坡 马来西亚及泰国等国家都发生过了 外籍劳工大规模的爆发新冠肺炎 而导致国家确诊数字大幅攀升 这些被政策忽略的防疫破口 才开始被证视 各国除了大规模隔离外劳 泰国更是允许非法入境的黑工注册 来监测疫情 接下来就来看今天的新闻署评 一车车的外籍劳工被送往医院 泰国颁布紧急状态 控制扩散到56个斧的疫情 12月19日 沙漠沙空斧一个海鲜市场爆发疫情 一期间确诊数字从单位数字 暴增到超过500宗 4月下旬以来 几乎维持日增各位数字增长的防疫成果 因此破功 这些劳工主要来自缅甸 事件也带出了泰免边境的偷渡问题 大量的非法黑工生活在政府防疫罩外的角落 病毒一旦入侵 一发不可收拾 为监测及控制疫情 泰国政府于12月底宣布赦免所有非法劳工 并准许非法劳工注册两年 外地劳工大规模爆发疫情的情况也发生在马来西亚 当地最大橡胶手套制造商去年11月发生外来劳工集体感染事件 确诊人数多达5000人 11月中旬 马来西亚政府封锁员工宿舍长达28天 以控制疫症往外散播 同样有大量外劳的新加坡 4月起 一个又一个的外劳宿舍爆发疫症 令这个在疫情初始防守严密的国家出现了防疫破口 新加坡确诊个案至今超过58000宗 外地劳工确诊人数占了9成 而本国国民感染约4000宗 比例相当悬殊 为防止疫情扩散到社区 新加坡政府大规模隔离外劳宿舍长达8个月 外劳为何成为多个国家的防疫缺口 他们的工作地点大多难以保持社交距离 居住的宿舍情况也不理想 多人挤在一个房间 加上外劳在各地政府的防疫政策下容易被忽略 而非法外劳更是由于无法监测 一旦有人染疫 更容易在群体中迅速传播 面对大规模爆发 隔离外劳似乎是各政府采取最有效的手段 但与此同时 外界也关注因防疫长期被限制行动的外劳权益 应该如何保持平衡 而政府在制定防疫政策时 也应该将外劳列入考虑 外劳及非法劳工一直存在很多社会问题 经过这次疫情更凸显出来 疫情过后如何善后也是各国政府的一个问题 风寒卫视周嘉宏报道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地的天气情况